即时新闻综合报道,有媒体透露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18日下午特别前往行政院拜会秘书长卓荣泰也引发是否为商讨选举合作一事的猜测,不过台北市府表示双方仅讨论市政为谈及选举相关议题。 根据苹果日报报道,柯文哲今日并无公开行程,但下午仍前往行政院拜会秘书长卓荣泰也引发外界好奇,柯文哲此趟行程是否为商讨明年台北市长选举和民进党合作一事。 台北市政府副发言人陈思雨则回应,柯市长今天下午前往行政院拜会秘书长卓荣泰,双方讨论聚焦于东门市场及南门市场中继选址并协请中央协助,后续事宜将由双方全责单位接续处理,而是否有讨论到与民进党在选举上合作的议题? 陈思雨表示没有,今天主要是谈论市政相关议题。